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末日生存的第63集 這集就跟朋友借一隻Android系統的手機 然後來測試一下新版的1.5.4版本的內容 好現在在我朋友家 我朋友家是蓋一個森林風格的居家風格 所以你看他家非常漂亮 就簡單帶到就好了 因為那時候他跟我說他玩的時候 我叫他把森林都不要拆 所以他家很多東西還有路什麼都有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開始吧 這邊爐台的部分我們先看一下有改變什麼 對他很貼心來幫我換大頭貼換成我的 這樣比較好笑 好這邊有看到第三個就是鋁線 鋁線可以換成我們現在人家說白巧克力 就是鋁塊的部分 現在下面那三樣都沒有開啟 所以就不用管下面那三樣東西了 好這就是鋁的部分的製作部分 然後看一下 好這就是我們說的那個 應該是槍桌 就是可以做槍的那個工作桌 目前還沒有玩家做好到今天這一集 之後可能就有玩家做好了 做好的話就可以看他是不是可以做 槍械類的東西 有可能可以做那個 彈甲 就是我們說的很像彈甲那樣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 自製手槍 自製手槍的部分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彈甲 這東西就是要先做好上面這個 這個槍桌以後 才能夠做這個東西 我們猜測是這樣 有點像槍機的東西 然後他需要鋁塊 這個聽說是非常困難的東西 然後現在因為他還沒有到第二地堡 所以呢 還沒有開啟就是我們說 浴池那個東西 也就是酸池 然後 酸池那部分很多人說 有可能是拿來做防渡面具用的 之類的東西 現在不確定 所以有可能地堡三樓猜測就會是 毒氣蠻多的 所以可能就要製作 防毒面具 我的猜測是這樣 好 然後呢 今天就要用他的帳號來 打一下 A地堡 讓大家看一下 A地堡差別在哪裡 這邊應該就講完了 好 然後 酸池的部分呢 要到 地下地堡二樓 開啟那個藍圖以後 這邊才會出現 現在這邊沒有 等於說這個玩家呢 不是說這個玩家 應該說我們這個主角呢 他需要學習新的技能 就新的藍圖裡面的工作桌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要做到 酸池 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有 這個技能 好 我們就直接先到這邊來吧 好 你看現在看他版本 右下角就是 1.5.4版本的 所以他現在是Android 手機不是iOS iOS的話可能是 呃 再過兩天吧 或明天之類就會有 呃 可以使用的部分 好 我現在的話呢 東西帶一點多 所以我可能要先放東西進去 所以其實 現在打樓下應該是不用這麼多物件啦 先留這一支好了 然後他手槍呢 都快壞了 所以呢 他有一支AK可以拿來打機槍 等下我先試試看怎麼打會比較省一點 就是以一樓為主啊 我們先試一下吧 如果可以打帶跑的話 可以為大家省材料就省吧 這零件先都先放上面好了 不要帶他去 AK要先留一把 等下我先看可以用什麼打 欸 他這台武器 好 應該是夠吧 好 下樓吧 那如果你今天電梯打不開 就是你的手機型號不支援 然後iOS 是他有寫說iPhone5嘛 iPhone5的話要等 改版後你才能夠 應該才能夠登入地下地堡 要1.5.4 我看到玩家好像跟我說他 欸他iPhone5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還沒有改版啊 你要1.5.4才有啊 1.5.4才開始支援 好這邊的雪石部分 就已經開始會 有那個手會打人了 所以要走中間 打正中間 走正中間 對 然後他很尖詐 因為我那時候不是說 靠旁邊下面嗎 就不會被打到了 所以他現在就是改成這樣 所以這個方式呢 我就建議直接往前衝了 往這邊衝 哎唷卡到了 對 你就是用繞圈圈的方式 然後因為我現在用錄影的 所以 頓頓的 我平常都用手機接電腦 然後現在是直接用手機錄 就是頓頓的 好就繞圈圈就對了 就不要走雪石裡面了 因為之前我的攻略是靠下面 好然後這邊一樣應該會有一隻 綠毒怪 先殺 因為等一下肥肥罐都快走回來 我現在也是第一次打 1.5.4版本的地堡 也沒攻略過 所以玩玩看吧 看差別在多少 這邊地板已經改了 我上一集有講 他地板要改 這邊打法看起來是一樣的 哎 壞了 好快就壞掉了 這邊呢 上面是肥肥罐 我就不管他好了 先看可以走到哪裡吧 然後 鐵網那隻呢 等一下我們試一下 可不可以遠距離攻擊打不打得到 因為我沒有帶木毛 對 我今天只有帶他的錘子 啊沒水了 真糟糕 好 喝水嗎 直接喝 直接吃這個吧 忘記他有沒有帶水瓶了 這上面有沒有帶水瓶 忘記了 先往這邊走 這隻我們再試試看可不可以吧 先一樣引誘他過來 哎 喂 上班哦 他睡著了 我靠 打到耶 超級遠耶 哇 官方真的很認真看我們的攻略哦 不錯 這就表示官方有做功課 我們要做功課 官方也要做功課 好 不能偷襲啊 各位 我現在只能用手槍打他了 先用這把好 快壞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這隻怪呢 我剛剛試試打不到 鋸質的話呢 你們再試試看吧 因為好像有人說鋸質可以打到 打不到 你要記得穿軍裝哦 現在我就不建議大家不穿軍裝了 如果你今天是普裝的話 有可能就會死掉 因為呢 你們知道了 如果你今天肥肥怪呢 你穿的是第二套 跟第一套以下的話呢 你就會有那個問題 這邊的話我建議 如果說你有槍的話呢 就不要使用手槍了 因為 如果補血夠你就用手槍 補血不夠的話就用步槍 意思是簡單來講說 你今天如果手槍的話呢 你就 手槍這樣多一點 然後 加補血 你像這隻雞彈奏一樣可以打 這隻雞彈奏基本上一定要破壞 不然就過不去了 好 距離來講沒有改 誒 靠 我嚇我一跳 我看我一 誒 怎麼突然就往前進一下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之前有刷到AK的話呢 地保像一樓應該還是可以繼續打的 每天就是AK換AK 然後有人說那個軍械褲改成N16了 官方那麼摳嗎 哈哈哈 改成N16了 改成N16就很糟糕了 好 我們現在先回來這邊關毒器 然後這一隻呢 其實可以用錘子連打 可是我怕會死掉 先試一下吧 現在服裝好 滿裝 所以還好 先試試看可以用那個打 等一下下面會有機槍做 哇 好難哦 哇 沒有他攻擊變快了 應該有發現吧 攻擊變快了 哇 現在的難度真的是改的很難了 我的天啊 越來越難了 所以還是得用手槍要消耗很多物品打 像我上一集有跟大家講啊 建議大家先不要來打地保 因為地保現在變太難了 因為官方其實簡單來講 他們也是要賺一些遊戲費用啊 這個大家也要體諒一下 因為遊戲公司開發遊戲不是 要讓你免費玩的 因為免費玩了這公司就倒啦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所以使用者付費 大家如果適時的 投資一下 我覺得也是OK的 支持一下官方嘛 像我自己也有買 又出一點點錢就是 因為那個 如果說你今天是Apple Apple Store的話 比較簡單 我們都是用刷卡的 所以就比較快 好 現在這有在機槍做 有人說可以從這邊鬧過去 我們試試看可不可以 鬧過去嗎 也可以 好 這邊可能鬧過來 不打 如果不打的話呢 你就這邊要在這邊奮戰 這邊的話有三隻 先看要怎麼打 先鎚它一下以後換武器 哇 食物要夠不夠 又不能走到機槍座那邊 等於說我們打它一下以後呢 就要繞 好繞這邊走 好 這方式是可以的 如果看國外玩家也是這樣玩啊 他們就 那個機槍座不打 你就是只要打一做就夠了 咦 怎麼還沒有 還有一隻沒死啊 你怎麼還活著啊 我剛以為你死了 是Lag 它盾了一下 好 這樣子呢 應該目前OK 這個機槍座就不打它啦 我們就是這樣鬧過去 你就靠著隨狂走 往上走 這樣應該可以省打一個機槍座 因為我剛才想測它的距離 好 然後這邊呢 就有一隻肥肥怪了 可能要用拉鋸戰 可是現在不能拉到下面去 比較麻煩 所以我可能要把他引走 引遠一點 然後我先以打玉爐怪為主 然後讓他過來追 然後這邊就會比較消耗一點 要花一點時間 為什麼要花時間 是因為 我要把他引到遠一點的地方 那他走回來來不及 我再拉第二隻肥肥怪 第二隻鋸肥 這隻鋸肥不打 就是把他引過來 引過來後呢 我們往回跑 所以這邊要等他一下 這邊等他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聊聊天了 這邊好像已經有新的一個櫃子可以拿了 這邊有個櫃子 其實這邊現在三隻都要解決掉 因為他現在裡面都有鋁線 就是在這些房間裡面都有鋁線 我上一集有講嘛 就是有兩間房間都有東西 靠我現在沒東西耶 好衰喔 我有看過國外玩家也是開起來空的 如果你運氣好一點 會開到就是類似 醫藥箱的東西 好等一下我們要算一下 這邊因為這邊還有一隻肥肥 剛剛沒有打他 現在先看鋸肥到哪裡了 好快到了 糟了 這樣的話會跟這隻肥肥 衝突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先殺這隻肥肥 希望他現在不要趕快轉頭 不要轉頭不要轉頭不要轉頭 快快快 好 先捶你兩下 欸 受死 而且現在鋸肥攻擊好像變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我現在先把鋸肥引到這邊來 這樣我的時間還夠 因為等下下去直接偷 就跟我上次那個方式一樣 我們能把他引多遠就引多遠 好來啊來 引到最角落 然後這兩間 如果你武器夠的話呢 這個廁所不用開啦 你就一樣開這一間 這一間跟下面那間都要開 好我現在要趕快衝刺喔 要非常快 因為現在這邊呢 我要去 直接去開那個門了 因為現在那個 爬 爬牆的bug已經被改掉了 糟了 我現在我朋友手機好像有點過熱 不知道為什麼 這要爆炸了嗎 哈哈哈 手機好熱喔 有點熱熱的感覺 我要等下我手指頭會爆炸 好 這邊的話我們先直接先移開那個為主 這邊要小心 因為我們不能夠到下面機箱座 先把他引過來一點吧 看能引到哪裡 盡量引遠一點 因為等一下要打下面那隻肥肥怪 我現在可以把他引遠一點 好走個V字行吧 好 GO 快快快快快快 現在去殺毒 就是下面那隻 毒氣下面 啊靠這好一隻肥肥怪 對喔這好一隻我忘記了 等一下 先讓他卡在這邊好了 打好遠喔 哇 另外一隻也來了 太好了 真是太開心了 你們都一起來 真的是 非常的有默契 兩隻大肥 來追我啊 哇 他們走超慢的 好啦 總之跟他耗啦 如果你今天武器不夠 像我現在帶的武器很少 你現在 主要是要開下面的門 因為你只要開那個門以後呢 你就有機會去偷電梯 跟去升降的地方 就是那個坐那個電梯 所以我現在要鬧遠路了 可惡 因為下面等下毒氣那邊還是肥肥 總共我三隻都不打 我全部都不打他 因為你現在能節省資訊就節省 所以說現在打地堡 如果你要1加2的話 可能要花一些時間 什麼快速打法之類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收 技巧很好 跟你的裝備夠多啦 我已經看太多玩家 就是國外玩家 跟台灣玩家 都花非常多的資源 在打這個地堡 然後有人說 他覺得資源是OK的 對 那可是我們還是會想到 新手之類跟中階玩家 你還是得 收集一些物件再去打 因為 我很擔心 你們打不完的時候呢 就等於說結束了嘛 那你這次的武器都讓他們被掉了 因為最好是可以一次 兩個地方都通關啦 這樣你拿到的武器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現在的方式 現在這一集是先測試啦 主要先試試看 可不可以開到2的門 這樣就夠了 好 先把這兩個臭蛋移過來 超久的耶 欸你知道我等你們很久嗎 遲到了耶 查會的時間都要過了 媽媽要生氣了 比哥媽要生氣了 海賊玩比哥媽 好 Let's go 現在呢 還剩一隻毒器官的那隻 那隻比較還好 那隻現在 現在這兩隻慢慢走 哇 我現在覺得我 朋友的手機真的快爆炸了 因為我覺得他螢幕真的很熱耶 好吧 這就是螢幕錄影的問題 好 下面機槍之後 我們直接給他掠過 因為我剛好看他的攻擊是打不到的 所以OK 好 這邊還是毒器怪 先讓他注意到我 好 這時候呢 就趕快拉過來 把他拉過來 越快越好 拉過來以後呢 我們要先去打下面的肥肥怪 跟我上次 雙槍過把是一樣的道理 誒 是雙槍還是單槍啊 我已經忘記了 有時候錄太多攻略 有時候混在一起 而且我覺得 光芒 比較奸詐的地方就是呢 我們錄完攻略以後 花很久的時間錄攻略測試 結果他一瞬間就把他全部改掉了 然後iOS比較慢啦 所以iOS現在很多玩家還在爬牆 像我今天已經爬完牆 就是 用我的 主要的那隻去爬完牆 好 現在這邊就趕快衝了 其實這邊可以一次搭三隻 欸 那個 我那 啊 真的難操控了 快去笑了 好 趕快衝 好 這要趕快打這肥肥怪 現在主要要求開門 哇 好刺激哦 靠 他卡到我了 你太胖了減肥啦 憤怒的一捶 哎呦 在這裡 好 現在呢 這樣就成功開門了 這樣子就可以省下打 三隻巨肥的 時間了 成功 第一關擾過了 這是我第一個方式的攻略 大家記一下吧 這個方式 最下面的機槍做不打 可是這樣 因為那個機槍做不打的話 你可以 少耗一些資源 以第二地堡為主 就是我們地堡 二樓為主 好 現在先拿一些資源 他真的有資源嗎 我把它當我自己的無心鬼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哦 這邊有 還好 這有剛剛留的 好 等一下我會稍微看一下第二地堡 可是 有點危險 等一下哦 我看一下需要什麼東西 大家先拿 可以多拿一些膠布 我先拿 隨便拿好了 拿這些東西 武器 好 先拿吧 OK GO 然後 因為我還沒改辦 所以很多東西我都還沒測 我還沒測 可不可以復活 那些東西都還沒測 現在呢 這樣基本上就可以趕快 準備開 電梯了 現在要維修那個地方 我先看一下那個 拒肥的仇恨子還在不在 他還記得這件事嗎 這隻好像忘記了 這隻比較健忘 然後這有個箱子可以拿 被他發現了 他傻傻的在那邊打我 哎唷 他來了 哎唷 所以要偷偷的哦 等一下我再一次吧 他會發現耶 所以我們要偷偷的 好我們現在再試一次 現在要先去偷那個地堡 的電梯維修 就是電梯那地方發電機的地方 要去維修他 他旁邊有個箱子可以拿 只是剛才是會發現耶 哇光芳這次 真的是大改版 他的大改版是說 我們都準備好了 你們慢慢研究吧 哎 現在不要讓他發現 可不可以 試一下 等一下哦 我先走到一個好位置 哦好 被他發現了 不行不行不行 快跑 我想一下哦 他走的速度那麼慢 那我先把他引到 引到 這邊來好了 然後這邊來不要來不來解 試一下吧 我現在想要開那個 那個地方 那裡面都應該會有東西 我想不到比較角落耶 好我現在跟時間賽跑了 就非常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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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一隻 一隻錘子耶 現在是一隻錘子 他剛剛以為我在裡面耶 他他位置判斷是有點錯誤的 哦呦 好還打不到哦 我再跟他鬧一下 其實我就可以先上去啊 等一下我先上去好了 好我現在先把電線跟這些東西拿一拿 差點忘記有件事了 好這支槍可以先丟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耗損了 誒為什麼會有這個鐵啊 這個鐵用不到 錘子用不到 膠帶帶著吧 這個帶著 好 我今天的話呢 先主要以攻略一樓為主哦 二樓我就不介紹了 二樓等我iOS 改版以後呢 我再介紹攻略 所以請大家再等等我 我先教一樓啦 一樓的話 你們用這方式就可以去看看二樓了 你只要花 應該只要花 AK 可能要一把吧 或手槍都可以啦 因為你已經少打一個機場座 跟三隻巨匪了 還有下面一堆臭殭屍 然後 只是說可能M16過你要拿的話呢 你就要從那邊過去殺這些殭屍 應該不懂 應該懂我意思吧 直接殺下面就好了 你就不用讓我機槍坐那邊了 這樣的話應該就可以開到這個箱子了 我們試試看 可不可以幫我朋友開到一隻火神 如果開到的話 他應該就要請我吃飯了 好我來試一下吧 來 火神 火神 看可以幫他開這火神 我自己本身只拿過三隻火神而已 然後我的帳號已經拿到 手把了各位 各位 終於 哦 哦 哦 No 屢線 然後呢 記得 我一樓其實還沒攻略完 如果你們還要去打其他房間的話 一定要去打 我這會有更完整的簡介 這一集主要教大家怎麼 快速拿到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哦 對不對 像我剛剛攻略已經成功了嘛 三隻巨匪不用打 機箱座不用打 你可以拿到這個箱子 然後也可以修這個電梯 修好這個電梯呢 你就可以到樓上去 我們去看一下樓上吧 然後這一集就要結束了 快樂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好 來囉 準備二樓 哇 我都好緊張哦 二樓我自己還沒有完全研究攻略啊 我大概看一下 外國玩家實況組的影片 我大概有看一下路線 有些路線可以避開啊 只是說 你會少拿一些箱子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主攻要主 工作桌跟藍圖的話呢 那就有好幾個攻略方式 所以之後我有時間在錄 然後這邊好像有一個機房對不對 哦呦 這邊還不能 這邊還要修理 騰開 我們先隨便看一下吧 有危險就跑啦 直接落跑 然後我建議如果你今天要打二樓的話 全程都要進走 因為這邊的殭屍很敏感 就像你太靠近牆壁他會發現 所以我都會 呃到時候我會完整攻略啦 像這邊的殭屍有沒有 馬上就發現 然後 就不要去靠近牆壁 你只要貼近牆壁的話 其他殭屍發現率 是非常高的 其實我這邊其實有在浪費他的物品了 所以我現在 這邊都不太想打 我只能想要等我的 呃 帳號 可以用以後再講吧 這邊我就不浪費他的物品啦 直接走吧 嗨 拜拜 欸 不能按耶 靠 哈哈哈哈 欸他不給我按耶 所以在殭屍伯作中是不能按電梯的是不是 再試一下吧 喔可以了 可以可以老跑 好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我們的地堡壹樓的攻略 如果今天 這一集 我建議你們 如果說 你只想要直接拿火神機箱箱子 跟 呃 跟開電梯去看二樓的話呢 這是最快的方法 其他 房間都不開 你今天武器衝突的狀況下 一樣可以開其他房間 沒有問題的 武器衝突的狀況下 記得 然後二樓我一樣不推薦大家去攻略 因為現在 那個 我說真的 你們去做那些工作桌 他是 防毒面具好了 那 那其實都適合比較後段的玩家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去你要消耗資源是有一定的數量 絕對要拿到一些槍支的部分 你今天如果沒有槍支部分 你要去挑戰二樓基本上是打不完的 除非你武器超多 你技術超好 然後 超多補血 那你就要課金了 然後 實際上呢 一樓可以拿到很多鋁線 你就可以先收集成鋁塊 之後等你武器收集好以後呢 你再去挑戰二樓 然後我相信那時候一定會很多 玩家出個攻略 這個版本就提供給大家去拿火神箱 火神箱 對 然後跟那個 不打機槍座 然後 少打一個機槍座 然後可以直接維修電梯到二樓 好 那今天這個工具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囉 那 好 我手機該還人家了 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